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松软香甜又拉丝的奶香小面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碗中打入一颗60克的鸡蛋 先加入130毫升的牛奶 再加入两颗盐 三颗酱母粉 再加入30克的白糖 然后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加入280克的高筋面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种没有干面粉的面团 揉好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先让它冷藏休息20分钟 20分钟后我们再加入30克的黄油 然后再把它移到面板上 像搓衣服一样继续给它揉搓10分钟左右 一直把它揉成像这种细腻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揉好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发至两倍大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我们的面团就已经醒发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给它揉一揉 排出里面的空气 揉好后我们再把它分成9个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由外往里折叠几下 给它整理出一个光面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搓圆 都揉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铺有贵油脂的模具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鸡蛋液 然后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20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奶香小面包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而且还有一股浓浓的牛奶的香味 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 没有任何添加剂 大人孩子吃着也放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